今天來到車行 我之前這台車Tracer 900 GT 那這台車我之前動過什麼東西 跟大家講一下 我之前降了前面的前叉 降了一公分 為什麼要降呢 因為我的身高比較矮 167公分 那這台車它的座高是835的座高 所以835座高基本上來講 我雙腳是有點墊腳尖 有點難洗 像這種旅行車它座高會比較高 它不算多功能車 多功能車的座高更高 所以我後來呢 就改了狗骨頭 狗骨頭是什麼東西呢 狗骨頭就是避震器上面有兩個八字環 就是這個 那這種狗骨頭呢 基本上它改短之後呢 或改長 它會改變它的座高 那改變座高呢 相對的 這種狗骨頭在避震器上面 要有多連感系統才有這個東西 那多連感系統 基本上來講 裝上這個之後 它就會改變它的座高 所以呢 我現在要把 懸吊的部分都改為原廠設定 然後再請店家幫我做一些調整 那調整完之後呢 我再去山路騎看看 或快速到路騎看看 看它的感受是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做施工的部分 好我們現在等一下要拆狗骨頭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先知道 我們中柱立起來 後輪離地高多少 或者說我們直接量軸心 後輪的軸心現在離地高 約 36.2左右 對 36.2 對36.2 那我們等一下換完之後 就知道說 我們車子又調整了多少 好 狗骨頭拆下來了 這個就是 黑色是改裝的啦 就比較短啦 對 然後原廠比較長 對 那我們可以把它疊在一起看看 疊在一起 對 疊在一起 然後它多一點點而已 它半個洞左右 對 差這麼一點點就差蠻多的喔 對 因為它會放大倍率 對阿 放大倍率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把 原廠的裝回去 原廠的裝回去 原廠是這個 這是改裝的 好施工完成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跟剛剛的差異差多少 現在量到了規格 現在我們量到了 跟輪軸心的差別 是34.2 34.2 差了兩公分 對 差了兩公分 對 所以我們剛剛看那個只差 放5mm的 勾骨頭 現在這邊差兩公分 對阿 那個勾骨頭一點點差距而已 但是這裡就差兩公分 對 差兩公分 那接下來要前插要放下來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是 前插沒放之前 就先看後面 看完我們之後 後面開高了兩公分 前插我們到時候再做設定 好 OK 好 剛剛老闆說前插其實可以不用動 所以不用調回來 等一下我們再調那個下壓跟回彈 還有唐皇浴掌 對 我們這邊可以調那個唐皇浴掌 對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我們調 調多少適合這樣 好 我們現在後面的勾骨頭裝好了 然後現在看前插的這個行程 對 我們現在剛好在那個 中座還沒放下來的時候 我們車子前插 基本上是沒有負載的 我們可以剛好在這個時候量 我們前插全身長的時候的行程 看來看14公分 14公分 對 就是它沒有任何負載的 是14公分這樣子 對 是14公分 那我們等一下如果下拉 我們再坐上去 然後我們再量 對 好 OK 好 然後基本上是要維持你一般做 騎乘的做重心 對 然後這時候把我前面 扎車壓著往前擠一下 讓它停住 不要讓它故意彈起來 好等一下 停住了 好停住了 OK 那我們這個時候來量 對 這時候我們現在看到剩下9點 9點7 剩下9點7公分而已 剩下9點7 對 剩下9點7公分 剛剛是14點2 對 所以我們剛剛壓了4點3公分 對 4點3公分下來 對 等一下我就會開始調 調這個預載 讓它預載對 對 好 所以我現在還是坐在上面 對 你現在坐著 我直接調 調到你再搖一下就好了 我預計是調到 剛剛是9點7嘛 我想要調到你大概 10點5左右好了 好 10點5的高度 那你等於是你壓縮了3點5公分 對 對 差不多就是35%左右 對 14公分的3.5% 35%應該不止3.5 對 可是如果是30%的話 可能差不多這樣 好 這個是一般堂皇室的 堂皇玉宅調法 可以嗎 不行 要換 要換短一點 對啊 這支反而不用夾 對 這支反而不用夾 還蠻近的 所以它上面有刻度對不對 對 就記那個刻度 看上面的刻度 就知道說你現在調到多少 所以我這台車牽回來的時候 其實它的刻度都蠻上面的 就是預載放得很軟 很軟 沒有把堂皇多壓一點 對 那支撐力稍嫌不足 那就會比較 舒服一點 比較舒服 你說晃的話 放其實跟阻尼比較多 對 阻尼的關係比較多一點 那你這台車的阻尼系統 等一下你壓一下我看看 我就可以 先憑感覺幫你調 好 那如果真的要 怎麼調阻尼 到時候我再教你怎麼調這樣 好 圈多一點點 對這邊再加飯圈 好 好 那我們再量一次 你先幫我把車子搖一搖 然後我們 自由行程完之後 你幫我 再停住這樣 搖一搖 好囉 好我要下壓囉 好 我下壓煞車這樣拉住有停住嗎 還是我要整個往前 重心 那不用 因為你剛剛是 坐下來就好了 跟你剛剛的 一樣動作 好 1 2 3 我們現在大概10.2左右 所以我們剛剛調的蠻多的 這邊大概調了 3格左右 3格 然後我們 現在是多少 10.2 10.2 剛剛是 9.7 所以差了5mm 所以差了5mm 我覺得先騎看看吧 先騎看看 對 因為我直接就把你用完了 你可能會覺得不夠 會看太多 太跳 會太 前面會比較跳 比較硬一點 對 那其實你有降 你的車高又有降 對 所以你只是把 預載把它要回來而已 對 那是 坐動行程 像你之前可能會壓 壓了 10公分左右 總共14公分的行程 對 壓了10公分了 對 那你現在可能會只壓到9公分 你少了 因為支撐力比較強一點 對 支撐力比較強 所以我 再來就是 後面的避震器 我再去做調整 去配合 去平感覺 其實前後都可以調 也有人前後都降低 沒關係 我現在就是依照你調好的 我去騎 然後騎一段時間 然後再看看 那個差異 那你現在幫我 用力擠前叉 對 然後 擦完之後馬上放掉 我要看它的回彈速度 對 好 這個車頭真的很難壓 辛苦了 我叫你壓10次 你可能 回去就不用做重訓了 對啊 這麼難調 要再壓嗎 不用 我剛剛 回來 回來好像蠻快的 對 所以我現在要調 前叉 前叉 前叉通常啊 下去 上來啊 兩個如果速度一樣快啊 那就來不及處理那個 來不及處理那個 路面的碎震啊 對 所以下去 回來 下去回來 這樣才是好的 對 喔 掉了 但 也不能夠回來太慢 對啊 也不能回來太慢 我只是 掩飾一下 它回來的那個感覺 對 不能夠 不能說 太慢 來不及再處理第二次 對 它就黏在那邊 它就一直沈下去 一直沈一直沈 一直沈一直沈 好 很好 我們現在 前面 回彈速度已經沒得條了 沒得條了喔 對 再試看看 好 我們裝完了那個 好 我們調整過 這台車的懸吊之後 原廠懸吊的部分喔 包含我之前改的狗骨頭的部分 都已經改回來了 改回原廠 那改回原廠之後呢 加上 店家幫我調整了前面的懸吊的部分 還有後懸吊 那懸吊 對一台車來講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 你的穩定性啊 還有你過彎的那種穩定度 在懸吊的支撐性來講的話 它處理的好不好 關係著你騎車上的那種感受 那你懸吊如果不好的話 很多人買車之後呢 懸吊可能 沒有做什麼更動 沒有依照自己的那種體重啊 或是騎乘的方式做更動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這台車怎麼 懸吊感覺很差 很糟糕 騎起來就是很晃 雖然有些懸吊一出場 它就不可調 那它就是走舒適路線 那當然現在 有一些比較有經驗的騎士啊 他在騎這台車之後呢 他會依照他想要懸吊去做改裝 包含前避震後避震的部分 那就看你在平時休閒騎乘的時候 或者是在山路騎乘 運動性要求比較高的時候 這時候呢 你可能在懸吊的部分就會比較要求 那在一般的上下班通勤來講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舒適為主 那這次最主要店家 他幫我調整這個懸吊呢 調整回來之後呢 是希望讓我知道說 原廠懸吊其實 他也不差 最主要是調整過後 他對應在我身上騎乘的感受 是還蠻舒服的 就是那種你要運動啊 或是要休閒 其實都堅固 那其實騎車不只是懸吊 騎士本身也要搭配車子本身的那種 他的一個循跡啊 或騎乘上的一個過彎啊 的一些動作都要搭配 那當然 一般來講 我們原廠出來的懸吊 他是比較沒有在做 特別為你做調整的 除非你要求店家 然後付費去做 專屬於你的調整 那懸吊調得好不好呢 其實差異蠻大的喔 譬如說你有載重或是載三箱 現在很多人騎車都會掛箱子 那載重的話 或是載兩個人 就是你騎士本身一個 然後後座一個 基本上來講 在騎山路的時候 他的那種懸吊 支撐性好一點的話 你在騎乘上來講 會比較順暢 那最主要還是在於說 你本身有沒有對於懸吊去做 適合當下的做調整 其實說真的啦 一般的懸吊 你調完之後 就很難去動它了 因為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多時間 再來就是說 這個懸吊 基本上 你能符合大部分的使用時間的 那種支撐性 就已經很足夠了 譬如說 通勤 假日休閒跑山 你沒有跑賽道的需求 其實基本上來講 原廠懸吊 其實就蠻夠用的 那當然有一些車款啊 他可能一出廠就是不可調的 那你可以去改彈簧 或是改一些 讓懸吊支撐性更好的 那種 機車改裝零件的部分 那我這台 經過店家調教之後呢 在騎乘來講的話 在山路上騎乘 我覺得它算還蠻舒適的 那在過彎的部分呢 也很穩定 跟之前呢 有蠻大的落差的 那店家最主要是 幫我調整完 是告訴我說 原廠懸吊 它其實也可以到一種 還讓你騎乘蠻穩定的狀態 那當然我不是說 要讓大家在山上 做那種比較禁忌的動作 但是最主要這台車 它其實可以讓你感受到 它的穩定性 那原廠懸吊 店家幫我調完之後 以我的體重 個人騎乘來講 它已經沒辦法再做更多的調整了 它段數有限 所以呢 這時候呢 可以依靠什麼 改裝 改裝什麼呢 改裝避震器 那房間有很多改裝避震器 譬如說 我們大家熟知的Olinx 那這些避震器來講的話 對於你在騎乘的時候 有沒有很大的幫助 有 避震器的好壞差很多 那當然我們有時候在騎的時候呢 會覺得說 路感啊 回饋啊 的處理啊 就來代表說 這個避震器懸吊 設定的好不好 當然這是要交給專業的啦 那我們可能只能說 在調整完之後 能不能適合你 在跑山路的時候 能不能騎的開心 跑一般的街道 是不是適用這樣子 所以呢 我這台車目前 調整完之後 我是覺得 連狗骨頭都改回原廠了 之前因為坐高的關係 就改掉狗骨頭 那現在改回原廠之後呢 我覺得 它騎起來的感覺呢 進彎前跟出彎呢 整台車穩定性差太多了 所以 如果 懸吊 你的可以調整的 我會建議你 給店家做專業的調整 調整完之後呢 當然就會一定 讓你騎乘上 更好的感受 讓你騎乘起來 不會覺得說 怎麼這台車 軟腳軟腳的 當然除了懸吊之外 自己本身騎士還是要搭配車子的那種騎乘方式啦 騎車是還是需要靠技術 那最主要是在於騎車的一個安全性 懸吊改好之後 並不是一定要拿來競速上使用 有時候我們在騎乘的時候 你穩定的懸吊呢 讓你騎乘起來感受更佳更好 你就會更愛騎車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最主要是告訴大家說 我的懸吊 原廠懸吊的調整 基本上可以到達某一定我能接受的程度 那下一集影片呢 我會帶大家來看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那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它也是懸吊系統的一種 那我會把這個零件呢 改上我的車子 然後改上去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 它跟這次我們平時在騎車的那種感覺差異差多少 因為懸吊這種東西 產品都是比較出來的啊 譬如說我之前騎過朋友的S1000R 那BMW的電子懸吊 真的很棒喔 因為那種電子懸吊啊 它會依照騎士的需求不同 然後去做改變 所以呢 一般的車子沒有電子懸吊 那就 改裝 靠改裝來改變你懸吊的一個支撐性 還有它的穩定性 讓你的車子更穩 不要說我們騎車的時候沒有 懸吊沒有調整好 然後你騎起來就是晃動很大 然後煞車的時候前面軟腳 那都是會造成危險的喔 所以懸吊的部分啊 盡可能就是 依照個人的體重去做調整 不管是彈簧或是它壓縮行程 或是它的那個品牌啦都好 只要你改過或是修正過之後 一定會讓你覺得感受差很多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大概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創先生影片 歡迎訂閱分享 感謝您 掰掰